有人昨天在臉書上有罵這個黃紫椒 是不是覺得還蠻神奇的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八個字形容這個黃姓藝人 十二不赦 人神共憤 所以我認為它代表的很可能 只是這種性犯罪產業 以及各式各樣的性犯罪 裡面的一環而已 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召集了警政署 法務部以及衛福部 在我們研究室做一些商量 那最主要我們商量的方向 就是我要求警政署 應該立刻積極去查辦 還有沒有這樣子的漏網之魚 我相信有很多 尤其這種暗網上面 我們所瞭解到的還有很多在販賣這些 以殘害兒童青少年的性影像 那要求警政署應該積極去查辦 第二點 我也要求法務部 檢查師跟衛福部要負起責任 要針對這個兒哨性剝削防治法 我們應該來加重刑度 那在國外 許多像歐米國家 他們對於如果被害者 只要是兒童或青少年 坦白講 他們國家是五個字 千刀萬里追 絕對不重放 這些的加害者 那我認為法務部 應該立刻積極 針對這個兒哨被性剝削 我們如果防治 這個防治法 我認為應該提出 他們官方的版本 就是來加重其刑 像我認為被害人 只要是兒童青少年 我認為這樣的罪責 應該加重二分之一 而且不得假釋 這是我提案修法裡面 我特別要加注的 那我在提案修法裡面 我先針對兒哨性剝削防治法 我認為第三十九條 應該加徵這一筆 就是說如果是以對價關係 取得青少年兒童的性影像者 那應該除以三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並科150萬元罰金 那為什麼三年以上 這樣三年以上 就沒辦法還起訴 就一定得被官 被國家來矯正 這我認為是最起碼的 最起碼應該做到的 那另外我針對 這個性騷擾防治法 我希望性騷擾的案件 不再是告訴乃論 應該是以公訴來爭辦治 過去性騷擾的案件 往往那麼對愛人 因為要息事寧人 或者他遇到的 加愛他的對象 是工作上他的喪失 所以種種的原因 導致很多這樣子的案件 不了了之 或者像司法的偵辦過程當中 會造成被害人 種種的難堪跟困擾 所以也是造成 這些案件不了了之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認為 適度的來做一些變革修法 我認為是已經到這個時候 應該這麼做了 很多被害者在暗夜中哭泣 那投訴無門 像今天早上我也接獲 又同樣是 那幾個壞蛋藝人 他們犯下的罪行 當然這些都只是投訴 我們看了以後覺得實在是 於心何忍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 最主要我認為就是說 要從根源防治起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 修法來加重 這些性犯罪者 他們的刑度 全都會保留 齊 你 留 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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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